昆营继续收听《物恋巅峰》 第3917集 狮子大开口 重回大帝 红象灵等人立刻阴气慌来 清明府邸的卢正阳道 杨宋主 我等在此已经耽搁了不少时日了 之前大使闭关不出 一直也没个商量的人 如今此事你既然能做主 还得拿个征程出来呀 无想天的段瑞山汉手道 不错杨宗主 你有什么条件你尽管开口 我等此番代表了各大冬天伏地而来 自然不会让大眼吃亏的 杨恺扭头朝麻烦大使望了一眼 大使一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姿态 摆明了不愿插手此事 正如他之前所言 大使所趋之下 各大冬天府邸要借用造化神炉 大眼根本拒绝不了 而如今这浩瀚乾坤 能与他们这些庞然大户谈条件的 也只有虚空帝一家 没落的大眼是没那个资格的 之前躲着不见人 只能施展一个托子决 恰好杨恺从破碎天回归 便将这烫手山羽丢给他去处理了 即便是为了自家的利益 杨恺也不会借卖了造化神炉的使用权 面对诸人目光 杨恺微微一笑道 各家弟子送去星界才数十年时间 资质再怎么出色 如今修为也高不到哪去吧 距离近生开天应该还为时尚早 诸位又何必如此着急 段瑞珊摇头道 怎能不及 诚如杨宗主所言 这数十年下来 那些送去星界的弟子们的修为 如今确实都不算多高 但他们成长的速度太快 恐怕用不了一两百年 便有人要开始晋升开天了 杨恺一惊 这么快 再有一两百年 就有人要晋升开天 这个速度太精神了 空向领导 送去星界的弟子 都是精条细选出来的 本身自治根骨都属圣上之选 要在星界那样 中天地之灵秀的地方修行 岂能不快 说实话呀 我们这些老家伙活了这么多年 也是从未见过这样的盛世景象 那些小家伙们的修为 简直是一天一个样 杨恺不眠有些担忧 修为进展太快 会不会根基不稳 虞长到摇头倒 各位初我们也这么担心过 不过仔细检查了各家弟子的情况 发现并没有这个问题 行界得世界术帆布 天道无道的气息浓郁至极 足够满足他们晋升所需 所以他们修为精进的再快 也不会有根基不稳的迹象 就比如说我那弟子石大壮 宗主可知他如今是什么修为 石大壮便是虞长到当年费尽心思 也要收权的亲传弟子 只因这孩子天生道体 与虞长到一波极为契合 也是因为石大壮 虞长到才成了林霄公的太上客气 对这弟子杨开自然印象极深 当初杨开离去的时候 石大壮还只是个婴儿 如今数十年过去 以他的资质向来 修为应该不会太低 虞长到也没有真要杨开去猜的心思 自问自答道 如今那孩子已是反虚警了 再往后虚王警 道远警 再致帝尊 凝炼自身道印 便可准备谨声开天 数十年时间 从毫无根基的婴儿至反虚警 这也不是绝境天资可以做到的了 还需要良师教导 更需要优渥的修行环境 索性石大壮两者皆有 杨开微微吸了口气 他自己也有两个弟子 资质平庸的赵叶白且不谈 赵雅绝对是他见过资质最逆天的武者 但即便是以赵雅的资质 即便这些年杨开没有要他压制自身境界 赵雅也未必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净生反虚 只因两者的修行环境不同 一个是在兴建那样的宝地 一个是在他阳开的小乾坤中 于长道继续道 再过一两百年 各家弟子必定会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圣经 到那时候 今生五品六品的开天 必将如过疆之己 即便是谨生七品的也将大有人在 解释各家洞天府地需求的物资 该是何等庞大 五品且不说 每一家都储备齐全足够使用 但是六品七品绝对是不够用的 放在以往 能直进六品的弟子 在各大洞天府地中都是属于何心弟子的身份 往往一家一代人 几百上千年才能出现一位 如阴阳天的曲华生 如逍遥府地的宁道燃 正因为何心弟子的珍贵和稀少 所以当初杨开在阴阳天的论道大会杀了赵星之后 才会引来左拳辉的打击报复 但在星界的大环境下 这样的何心弟子以后会越来越多 红将领导 正因为这样 所以我等才需要早做筹谋 否则等到需要用物资的时候 可就来不及了 杨开微微焊手 我久不回星期 倒是不知道那边情况是这样的 手指轻敲着桌面 陈吟片刻后 杨开竖起了一根手指 造化神炉一个月期限的使用权 换取一次进入各家小园界历练的机会 话音落实 一旁一直在默默拿着酒壶炉酒的麻烦大师 噗的一声喷出了一团酒壶 这家伙真是干开口啊 忽然觉得 将造化神炉仪式交给他处理 是个明智的选择 因为换作他自己去探 绝对生不出这样的心思 顶多也就是找每家要点物资作为补偿 但仔细一想 交易嘛 就是要这样狮子大开口 也好给对方落地还钱的空间和余地 段瑞山眼角抽搐道 杨宗主 能不能换个条件 比如说各家花费一定数量的物资 换取一定时间的使用权 卢正阳也点头道 是啊杨宗主 小元界对每家洞天府邸来说 都至关重要 各家弟子都排着队 等着进去历练啊 往往有人等上数百上千年 也没有机会 实在纷沦不出什么机会呀 于长道和红象灵虽然没有说话 但显然也是这个意思 杨开笑了笑道 各位也不必觉得肉疼 因为阴阳天的关系 我有幸进入过小元界 历练过一次 所获泼风至今回味无穷啊 一直想着能有机会再去一次就好了 至于历练的机会 急一急总是会有的 我相信这一点难不倒出位 卢正阳还要再说什么 杨开却已抬手道 当然 我只是这么提议一下 具体要如何实施 诸位应该还需要跟其他人多商议商议才成 毕竟这事关系到各家洞天府邸 也非四位能够做主的 楼正阳一肚子话憋在喉咙里 难受得要死 杨开已起身道 我救出不归 如今需要回虚空地一趟 就不在这里多留了 说话间 转头看见麻烦大师 可是我先走一步 回头我会送些人手过来 到时候就要大师多多费心了 麻烦大师微微汗手 毕竟是之前两人说好的事 他也不会反悔 冲红虎打了个眼色 两人静止朝外行去 我们也回星街 红相灵看向其他几人 杨开这个能谈话的都不在了 他们继续留下来也没什么意思 如今杨开已将条件开了出来 能不能接受 如何接受 就需要他们找其他洞天府邸的 化石人仔细商议了 走吧 段瑞山汉手也站了起来 几人与麻烦大师告辞 紧随杨开和红虎离开 于长道追上杨开 在他身边低声道 同主啊 我关大壮的孩子基础扎实 根骨子质 居实上架 日后宁恋自身道印 极有可能有资格 直进七瓶直进啊 杨开挑眉道 这是好事 于长道笑了笑道 那他到时候 近身开天所需的物资 杨开扭头看看他 黑黑一笑 长老这是以灵骄宫 太上客亲的身份 与我谈此事 还是以逍遥伏地的 外务史的身份 于长道一脸正气道 大壮说到底是你灵骄宫的弟子 老夫当然是以灵骄宫 还让可亲的身份与你商谈 杨开微微汗手道 大壮就是我灵骄宫弟子 他近身开天所需物资 我灵骄宫自然会全权负责 于长道顿时眉开眼笑 大壮能败入灵骄宫 果真是他的福气呀 杨开感激道 还得多亏长老这些年的 悉心叫道 红相灵等人 见着一老一小 谈笑艳艳 都有些没脾气 当初于长道 为了收十大壮为徒 顾兮加入灵骄宫 担任太上客亲 可是被不少老友取笑过 不过如今看来 这未尝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挂着一个灵骄宫 太上客亲的身份 与杨开把关系搞好了 有什么事都好商量 时大壮一旦真的成长起来 说到底 还是他于长道的侵传弟子 这一点是无论如何 也改变不了的 一路上红相灵等人 自然不时地找机会 要与杨开商谈 造化神炉使用权的事 不过杨开摆出了 一副油盐不尽的架势 喜人也是涂炭奈何 站在杨开的立场上来说 他已经开出了自己的条件 剩下的就需要 各大冬天府邸 达成一个共识了 如此才能再继续深谈下去 否则根本没必要 去浪费口水 而且这样的条件 他其实当年便有提议过 当年世界术仪式泄露出去 引来各大冬天府邸前来查探 杨开便想过 让这些顶尖势力 拿小元界历练的机会 来换取收取星际弟子 和开设道场的资格 不过却被徐灵工否决了 因为小元界的历练资格 在每家冬天府邸都是被疯抢的 自家弟子都不够用 还怎会便宜旁人